掌握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二 因为在华江北做手机的背包客 今天是8月11号 我们依旧在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长 飞扬市场为粉丝挑选机器 14pro256g紫色 未激活的新机 今天拿货是5200短短的几天时间已经掉了好几百 据可靠消息说 香港那边拿货现在都已经掉了好几百港币了 估计深圳这边的价格过几天还会继续掉 因为15系列即将发售 大家呢 现在也是在观望价格 所以最近14系列出货量是比较少的 14pro max 256g 微版未激活 从前几天的5600多 今天也是掉到了5300多 预计再过几天基本上就跌到谷底了 差不多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入手时机了 因为说到底 一个机器的底价就是它在这边拆成配件能卖多少钱 那个标准就是底价 肯定跌的不会超过那个价格 14128g 充电仅仅只有两次 下面这台是充电6次 今天拿货价格是3050 入门级别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14的续航是比较拉胯的 如果要作为主力机使用 小儿还是建议加几百 上14plus续航的话就更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平时对于手机就不是一个重度使用者 而且喜欢小巧轻薄一点的 那入手一台14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买一台手机是我们自己在使用的 归根结底还是要看需求 下面我们再来搞一台14pro max 1tb 这台不同于上几台机器 这台是一个无锁机 插卡就可以直接用 那么我们改完双卡之后是可以双卡双代直接5g的 并且还是电池100的机器 这台我们今天拿货是7900 下面这台是一个13pro 128g 同样也是一个无锁版本 插卡就可以直接用的 不过是单卡的 并且13系列除了13 其他都不建议改双卡13pro 13pro max都不建议 因为它改双卡是要动主板的 但是对于13系列来说 只有苹果13 它的卡槽是外挂式的 是可以无损直接改的 这台电池90多的亮机 我们今天拿货是4600